企业号航母的指挥塔台呢 我打算是做灯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这里有1,2,3,4,5,6,7 7个洞被我转了 用1.8毫米的转头 马发转转了以后呢 我打算把这个灯啊 这个灯的其中一侧是发光面 发光面 首先呢把它涂成绿色 然后因为我在参考的一些资料 能看到那个光线传出来是绿色的 然后呢把它这样子放在上面以后 用一个遮盖胶布 就这种黑色的不透光的 遮盖胶布完了一贴 然后把所有电线再汇聚到一起 然后再通电 用的是三节五号电池 3.6伏特 这是1.2伏特充电电池 然后我们最终来看效果如何 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 我呢把这些贴片灯啊 全部贴在了这个橡皮泥上面 蓝丁胶 然后呢用牙签站上去 绿色 好了就这样 涂好了 为了让灯光照射呢 显得更加逼真一些呢 我打算就是定在天花板上面 这个要特别小心 在转动的时候只能转一半 不能够打穿啊 把那个灯线在里面 然后用胶水或者什么东西固定一下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这是一个非常耗时 非常需要超强手艺和耐心观察力的工序 希望它不要让我失望 感觉还真不错 你看旁边 窗户的这种一格一格 手机拍出来特别亮 事实上没那么亮 我们来调一下它的曝光度 事实上就差不多这么亮吧 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 把那个光啊 遮掉这种顶上啊 什么有些漏光的地方 要把它想办法遮掉 然后塔台的外侧呢 也有几个探照灯要装一下 应该是四个探照灯吧 每个角上面装四个探照灯 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好看 哇 这种感觉真不错啊 哇 这个塔台啊 外部的探照灯 加上塔台控制式的那种绿油油的灯 哇 效果 效果太棒了 哇 非常期待这个航母的所有灯光工程 全部完 完成哈 我打算使用贴片灯 还有是光纤 就是那个飞行甲板上面吧 那种灯你不能弄特别亮啊 甲板上面那种灯的话 星星点点就应该用光纤灯 就像我那坦克车那种红灯啊 什么的 哇 太棒了 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遮光 当然这个还不够完美呢 上面还有一些遮光 遮光的部位 我还要遮一下 遮完以后呢 还要再来喷漆呢 喷漆的时候呢 也要拿一些什么黏土啊 或者是东西 反正遮盖一下那个灯泡 尽量不要让喷漆喷到那个灯泡 很好这样影响它的一个亮度哇哇哇太帅了哎我感觉那个这个天线这边啊应该要做个朝上的一个射灯啊能够体现这种天线的那种细节也把它给搞出来可能还要再装一个灯 还要再给你们讲一下这贴片灯的好处就是你看这下面有很细的电线啊这些电线可以这些七包线可以很方便的嵌入到零件的缝隙当中啊就特别方便 所以要用七包线千万不能拿那种带皮的那种普通电线那种的话空间太占空间了 即便如此你看这七包线这么多哈把它搅起来也是费了好大的劲 好了希望刚才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 明天来的时候呢应该浇水干了哈上面还有三个灯朝下朝下这样天线的这些细节啊轮廓也可以被照亮照出来 好了我是北少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哇总算在视频编辑完成之前啊 啊把这个灯接上去啊抢先看一下这个最终效果到时候这个电线要隐藏起来 然后这里的夹子肯定要去掉的哇这效果真棒啊拍出来还是有点偏亮啊 如果这样子哎曝光度调到最低啊那这个就是我现在眼睛所看到比较接近的一个样子啊 哇太漂亮了 哇太漂亮了